Hi, dear fellows, this is Alex, and welcome back to Grammar Terminator. 四季考试当中出现的一个真题当中的一个长篮句,同学们,我们给大家列举到所有的长篮句都是通过历年考试的一个真题当中给大家提炼出的一些长篮句,基本上可能就是你们一看可能会比较懵的状态,但是同学们别忘了,我们已经建立好了语法结构框架,我们可以通过简单句并列句三大丛句以及长篮句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一个清晰,同学们,那我们先看一下2014年6月份这样的一个四季真题,看一下这个真题, 长篮句,All the traditional reasons put forward to interpret the pay gap that women fall behind when they leave the workforce to raise kids, for example, or that they don't seek as many management roles failed to justify this one,OK,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难度的,也是比较长的,比较难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同学们,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进行一个分析,同学们,All the traditional reasons,同学们,当你看到一个长篮句, 看到reason这个单词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警觉,因为你们现在掌握了一个技能叫做二优六原则或者叫做二六法则,对不对,看到名词一定要引起警觉,因为85%的长篮句都符合二六法则,知道吗,那看这个名词前面,如果是出现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形容词或者是限定词,如果后面又出现了部分界定形同其中任何一个成分的时候, 那么这个句子就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简化,我们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二流法则的一个结构,对不对,好,同学们,reasons,这是核心名词,对吧,我们首先会看到的一个核心名词,那同学们,看到这个核心名词之后, 看到这个核心名词之后,同学们,你看一下前面,All,什么词啊,叫做形容词,对不对,所有的,对不对,核心名词前面可不可以出现形容词啊,当然可以,对不对,那前面,的叫什么词, 这里的的叫什么词,肯定是限定词,对不对,traditional又是一个形容词,对不对,所以说同学们,前面的All,和的,和traditional,我们都可以统一把它当作左二的成分来处理,对吧,无外乎就是限定词或者是形容词,同学们,我在这里统一给大家标签成为限定词,其实就是限定修饰的作用,对不对,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叫做限定词, All,和traditional,都叫做形容词,对吧,这是左二的成分啊,好,同学们啊,在核心名词的右侧,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符合啊,我们之前讲过的部分界定形容,其中之一的一个成分呢,同学们,那你们看一下, put forward,同学们,那 put forward,是什么意思呢,同学们,大家做好笔记啊, put forward,这是一个短语啊,这是一个动词短语,表示什么意思呢,它表示的是提出, 比如说,I put forward an idea,就是我提出一个想法,提出了一个想法,或提出了一个概念,知道吗,那 put forward,那关键问题来了,这里的 put,这里的 put,到底是什么词,这里的 put,到底是什么词,它到底是动词原形呢,还是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同学们,因为我们知道啊, put这个单词, 它所有的过去词,或者是过去分词形式啊,都是一致的啊,基本上跟,就是它就跟动词原形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那所有的同学们啊,这里到底是 呃,动词原形呢,还是过去词呢,啊,同学们啊,而且啊,同学们,基础比较好的同学也知道啊, put forward to,啊,也是一个动词短语啊,知道吗,那也是一个动词短语啊,比如说啊, put forward to,这里的 to,应该是借词,对不对啊,提出了什么什么什么啊,有一个短语就叫什么呢, put forward to doing something,提出要做某事,知道吗,同学们,来,做一个笔记啊, put forward to doing something,表示就是提出要做某事,知道吗,提出要做某事, doing something,提出做某事, alright,那同学们啊,这里的 to,它不是不定式,它是一个借词,知道吗,所以说啊,如果用 put forward to,后面加上动词的话,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是动词的 ing形式,因为借词后面啊,只能用什么,名词代词和动词 ing的形式,啊,那同学们啊,你们看一下,后面 interpret,啊, interpret,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啊,表示的是解释,或者是做口译的意思,对不对,那, 这很显然是一个动词原形,那说明前面,是吗,前面一定是不定式,而并不是 put forward,并不是和 put forward 连到一起的一个借词,听懂吗,同学们,那,所以说同学们啊,那 put forward,啊,如果说按照主动语态的话啊,它一定是一个动词原形啊,那,原因可以提出吗,啊,原因提出什么什么,啊,原因可以自己主动的去提出什么什么东西吗, 很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啊,因为原因啊,它并不是人,它并不能主动的发出一个动作,所以这里的 put,我们通过分析啊,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一个过去分词啊,过去分词啊,在这里和 forward啊,我们也通过分析啊,这个 to 肯定不是连到 put forward,这两个,呃,这个动词,呃,这两个词构成的一个动词端语啊,不是跟他们进行连接的,而是啊,跟后面的 to interpret the pay gap,连到一起,精神, 是形成的一个不定词短语啊,同学们啊,听懂了吧,OK,因为我们首先分析了啊, put forward,前面的 reason,不能够主动发出动作,对吧,啊,而 to 后面是 动词原形,而呃,动词原形的话呢,说明 to 一定是不定词,因为不定词后面才加 to do 这样的一个动词原形的形式,所以说我们能够分析出来 to 啊,这里肯定啊,不是借词,是不定词,所以说它绝对不适合 put forward 放到一起的啊,知道吗,所以说啊,我们分析出了两个成分啊, put 这里一定是过去分词啊,表示被提出的这些原因啊,知道吗,被列举出来的被提出的这些原因啊,知道吗,那这是做右六的成分,所以说前面啊,左二和右六在这里第一个修饰啊,那就是所有的那些传统的啊,所有的啊,那些被提出的传统的这些原因,缘由啊,怎么样呢, 那 to interpret the pay gap,对吧,去解释啊,这些 pay gap,pay gap 是什么啊,pay gap 表示的是收入的差距啊, pay 表示的是支付啊,付款啊, gap 表示的是一个啊,我们所谓的那个勾啊,勾取的意思啊,我们说的所谓的那个 generation gap 就表示的是代勾,懂了吧,那出去 gap 表示的是勾取啊,在这里呢,我们把它抽象一下,表示的就是差距啊,所以说啊,付款的差距啊, 企业给你付款,你的收入差距,懂了,那所有的同学们啊,这里的 to do 不定式啊,同学们,你看一下,核心名词后面啊,又跟了一个呃,过去分词短语,又加上了一个不定式短语,其实都是右六的成分,也就是说啊,这个核心名词左侧的限定词和形容词左二的成分满足,而后面右六的成分,既有分词短语,又有不定式短语,都是做右六的成分,知道吧啊, 不分,正好是不分啊,对吧,不定式短语和分词短语,同样啊,都做了右六做,呃,整个 reason,这个 reasons,这个核心名词的一个修饰的成分,懂了吧,那就是啊,所有的那些啊,被提出的,用来解释啊,那个收入差距的传统的原因,对吧啊,就收入差距,它肯定会有一些原因,对吧,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啊, 有一些人可能会提出了一些原因,对吧,啊,缘由啊,那是被提出来的这些啊,用来解释这些收入差距的传统各原因啊,同学们,这个句子我们就分析完了啊,到这里我们就已经分析过了啊,所以说后面是过去分词短语,再加上不定式啊,短语做后制定语啊,其实啊,所有的这两个部分啊,都是右六的成分啊,前面这一部分啊,这个叫做左二啊,这个是核心名词,对吧,这两个部分啊,都是属于啊, 纽约右六的成分,对吧,翻译就是,加个白勺的啊,把这两部分翻译完之后,放回来啊,翻译完之后,放回来,对吧,那就是这么放,对吧,所有的啊,那些被提出的,用来解释这些收入差距的原因啊,这些原因啊,同学们,我们分析完左二啊,和右六的成分,我们是不是可以进行删减啊,对吧,同学们啊,你看,你可以把所有形容词啊,删减,对吧,右六的成分删减掉啊,这完全不影响句子主干, 对吧,同学们,也就是说前面这么长啊,其实只剩下了啥呀,the reasons,就是那些原因啊,你先别管什么的原因,对吧,你先别管是所有的啊,还是部分的,你先别管啊,倒是传统的啊,还是现代的,对吧,你也不用管,它是不是被提出的,或者是倒是用来解释什么的原因,总之呢,就是一些原因啊,好了,同学们啊,原因后面接上了一个that, 同学们啊,同学们啊,你发现这一个句子啊,这是不是一个that引导的一个句子,对吧,啊,一个名词后面接了一个破折号啊,后面加上了一个that引导的句子啊,理由啊,原因啊,什么的原因呢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啊, Women fall behind,啊,主位结构,对吧,啊,女人落后了啊,女人当什么时候落后啊,后面跟上了一个原因,呃,时间壮与从俱,when they leave the work force to raise kids,对吧,啊, 好,when they win,引导的壮与从俱,时间啊,当他们离开了work force,work force,什么意思呢,叫做劳动大军啊,知道吧,啊,就是劳动力,对吧,他们啊,也就是说他们离开了这个,呃,劳动力,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不工作了,不工作, 啊,为了啥不工作啊,是为了wiz kiss,这是目的壮与,对吧,那,所以这同学们,我们知道啊,后面啊,that引导这样的一个句子啊,它是一个,它是一个主句,主位的一个主句啊,女人们落后了啊,当什么落后呢,是后面加上了一个,加上了一个,呃,时间壮与从俱,对吧,就是当他们呢,呃,去不工作了啊,去为了呃,抚养孩子不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落后了啊,同学们,这是啥呀,哎, 同学们,这是不是原因啊,其中之一啊,啊,举例子啊,就是啊,那些原因啊,举个例子啊,啊,那些啊,就是被提出来的啊,所有的用来解释这些收入差距的这些理由啊,或这些原因啊,比如说啊,女人啊,因为当他们啊,去不工作了,去为了抚养孩子不工作了之后啊,然后呢,就落后了,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呢,or,同学们,这是不是代表一个病恋 对吧,or啊,比如说,或者啊,或者什么呢,that,又结了一个从俱,看到了吗,that,they don't seek as many management roles,就是他们啊,不寻找啊,很多的那些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是他们不会啊,去寻找一些管理的岗位,对吧,啊,同学们,这是不是两个原因呢,啊,两个原因都已经说出来,所以说同学们啊,你会发现这两个句子都叫什么呀, 同学们,这两个原因啊,不就是这个reasons啊,这个reason不就是这两个原因吗,对吧,这是什么呀,这是不是叫做同位与从俱,对不对,啊,同位与从俱,是不是啊,那一个核心名词后面跟了分子短语,跟了不定式短语做后制定语,后面又加了一个同位与从俱,来,不分界定形同,哎,最后一个是不是同位与从俱,所以说同学们啊,reasons啊,整个这个核心名词啊,左边啊,跟了 形容词和限定词,左二的成分,右边啊,又跟了分子短语,不定式短语,再加上同位与从俱,都是做的,有六的成分啊,同学们,听懂了吧,ok,啊,也就是说啊,这个原因是啥呢,原因啊,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收入差距的原因呢,啊,第一啊,就是啊,女员们啊,她们啊,为了扶导这个扶养孩子啊,培育培养孩子啊,然后就不工作了啊,所以说他们就拉后了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呃,这是第一个啊,举的例子啊,for example,大家在 呃,分析句子的时候,时候啊,大家可以先把它给拿掉啊,就先不要他啊,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插入语啊,or这里做了一个并列的结构啊,并列了两个什么呀,同位与从俱,对不对啊,第二个就是他们啊,可能不会像男人一样啊,去 呃,寻找一些什么,管理港,对吧,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对吧,所以说他们啊,这个收入啊,就是你不当管理层啊,你们的,你永远是小员工的话,是不是啊,这个收入会有一定的差距,对吧,所以说同学们啊,这些 啊,都是幼六的成分,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全部删减掉啊,这里一个that,一直到management,呃,这个management roles啊,这里全部进行删减掉啊,那同学们啊,删减完了之后啊,同学们,我们通过分析啊,知道两个都是同位与从俱,对吧,啊,两个都叫做同位与从俱,那同学们分析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啊,你说前面不管多长啊,前面不管多长,是不是就只剩下了the reasons,对吧,就是那些原因啊,那些 那些原由,那些理由,怎么样了,failed,同学们,这叫啥啊,这叫做未语,对吧,同学们,这才是啊,到这里啊,整个句子当中未语成分才会出现啊,表示啊,failed啊,原因啊,失败,失败了,对吧,啊,失败了啊,失败了啊,失败了干啥啊,to justify this one啊,这里to do叫做不定式短语,做宾语的成分,对吧,所以说整个句子的主干是啥啊,同学们,我们分析完整个句子的主干是什么啊, 是不是就是reasons啊,the reasons failed to justify this one啊,对吧,啊,所以就是理由原因啊,justify什么意思呢,表示的是证明什么什么合理,对吧,啊,所以说啊,那些理由啊,失败了去证明啊,这个,呃,失败了啊,证明这个合理,啥意思啊,啊,就是这个,这些原因啊,无法证明啊,什么什么什么是合理的,对吧, 所以说啊,说了这么长的一段话,无外乎就在说啊,一些原因啊,那些原因,那些理由,对吧,啊,那些理由是没有办法证明啊,这个是合理的,至于这是哪个啊,你要从啊,这个整个原文当中去找,知道吧,啊,我们啊,但从,就是单单从这个句子当中啊,就把它翻译成这个就可以了,知道吧,那肯定这是有上下文的,知道吧,好了,所以说啊,整段文字的主干,我已经给大家去提出来了,对吧,啊,就是通过我们的二流法则啊,而且这个二流法则啊,会比较复杂,对吧, 啊,但是同学们啊,只要你按部就班的啊,你还是能够分析出来的,对不对,啊,好,同学们,分析完了主干之后啊,这个,呃,整个主干已经提出来啊,之后呢,啊,同学们啊,你们再看一下整个句子是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翻译了,对吧,啊,那就是啊,那些所有的啊,用来解释啊,收入差距被提出的啊,那些所有用来啊,这个被提出的啊,用来解释收入的差距的那些缘由啊,那些缘由是啥呢啊,比如说啊,女人们啊,因为啊,这个, 不工作了啊,为了这个孩子啊,抚养孩子不工作了啊,就落后了,或者是什么呢,或者啊,他们不像男人一样啊,去寻找那些管理的岗位啊,这样的两个原因啊,他们是都无法对,呃,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啊,就是这么简单,OK,好了,这是第一个句子啊,同学们,我们继续往下看啊,2018年12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四级考试当中的一个真题啊, 好了,大家看下这个成单句啊, In response to the same forces that have driven the world economy,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more self-consciously global. Seeking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represent the entire range of cultures and values, sending their own students abroad to prepare them for global career, offering courses of study that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connected world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s to advance science for the benefit of all humanity啊,这就是整个啊,这样的一个长篮句,很长啊,但是同学们,千万不要害怕啊,同学们,来,跟上我的思路啊,同学们啊,你先看一下 response, in response to,啊,in response to,啊,它是一个固定一个短语搭配啊,表示什么呢啊,表示的是为了做出回应啊,回答或者是回应啊,或者是对于什么什么做出响应,知道吗啊,同学们,in response to啊,所以说当你看到这里啊,这是不是一个戒字短语做了什么啊,壮语的成分啊,对吧,啊,戒字短语做壮语啊,啊,是为了回应什么呢啊,the same forces,同学们啊,当你看到这儿的时候啊,同学们一定要 要引起警觉啊,同学们啊,你们现在慢慢要培养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啊,同学们force看到了,加s啊,forces,force本身啊,表示名词是力量的意思,加了名词服输,对吧,什么样的力量啊,同学们,你看一下前面啊,the叫啥词啊,限定词啊,same叫做形容词,对吧,是不是满足足啊,对吧,同学们那你看一下后面,that have driven the world economy,同学们这叫什么呀,啊,一个名词 后面加上了一个that,同学们啊,这很显然啊,这是什么啊,那些相同,那些啊,have driven,表示什么啊,已经驱动了,表示现代完成时啊,已经驱动了啊,世界经济的相同的力量啊,这叫啥啊,定语从去啊,同学们啊,不分界定啊,定就要定语从去,所以说这符合什么啊,26法则啊,或者叫做二一六原则,知道吗啊,同学们啊, 所以说啊,作为什么什么的响应啊,作为响应啊,那些啊,已经带动,已经驱动了世界经济那些相同的力量啊,同学们啊,主句才出现啊,就说这里啊,也就是说从in response到economy这里呢,叫什么,借此短语做壮语啊,经常是什么,做的是目的壮语啊,这很显然就是,呃,对什么什么做出反,呃,回应,对吧,为了什么什么什么啊,做出响应,这是什么,目的壮语,对吧, 所以说同学们啊,前面是目的壮语,这里啊,才出现什么啊,那这里才出现主句,是不是啊,前面是一个壮语,壮语从去,对吧啊,后面才是出现主句,就是universities have become,同学们,universities,这叫啥啊,主语,对不对啊,大学啊,很多大学啊,have become,已经变成了, 现在完成时表示已经发生的动作,对吧,已经变得什么呀,更加more啊,你先不用管它,这是一个副词,对吧,对吧,self-consciously,啊,同学们,是不是,你看到self-consciously啊,自己有意识地啊,这叫自觉地,对吧,啊,同学们,conscious表示什么呀,conscious表示的是有意识的,对吧,自己有意识的,自我有意识的,这叫什么,自觉地嘛,啊,加上ly啊,self-conscious和self-consciously,这很显然,就是自觉, 绝地,这叫副词more啊,是不是表示更加啊,这是不是也是比较一个副词,对吧,global是形容词,也就是说啊,整个句子核心主干啊,主句当中的核心主干,那就是universities have becomeglobal啊,大学已经变得全球化啊,对吧,同学啊,那我们联系来就是作为啊,为了响应啊,那些已经带动整个世界经济的相同的力量啊,你看啊, 啊,然后呢,这些大学啊,开始变得非常自觉的啊,变得啊,更加的全球化了啊,全球化,他们啊,变得,为什么变全球化啊,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同学们,后面跟了,你看,seeking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represent the entire range of cultures and values,同学们啊,我们先把前面的部分给大家分享完,同学们,是不是二流法则,二流法则啊,你先把它进行一个删减,你先删减啊, 前面啊,进行一个删减,后面也进行删减啊,对不对啊,就是in response to the forces啊,就是为了响应那些力量啊,那些力量是呃,先不管是什么,就是为了作为啊,那些就是呃,带动那个世界经济的那些力量,对吧,那然后呢,大学啊,开始变得啊,也更加的全球化了,对吧啊,也越来越全球化了,那这里啊,呃,大家看一下in response to,表示回答,响应啊,或者回应的意思啊,就是啊,为了啊, 呃,回应啊,他们的这个hospitality,表示热情好客,对吧,I wrote a thank you note,然后我给他写了一封感谢的便条啊,来同学们啊,这才是主句啊,同学们看一下啊,这才是主句的部分啊,这才是整个university have become more self-consciously global,这才是主句啊,而且是一个主席表的一个主句,对不对啊,大学变得全球化啊,好,同学们啊,大学变得全球化啊, 啊,就是整个啊,他们的一个句子主干啊,同学们,那你继续往下看啊,那后面啊,结了三个,同学们,后面结了三个啊,一个结构啊,你看seeking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represent the entire range of cultures and values,同学们,seeking表示的是寻找啊,后面加上了,呃,一个避语,对吧啊,避语是有个核心名词啊, 寻找,就是这些啊,大学啊,变得越来越全球化,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啊,那就是他们寻找那些学生,寻找什么样的学生啊,是不是核心名词加了一个借词端语啊,做了后制定语,对吧,也是符合又六的部分,对吧,在全世界寻找学生,对不对啊,他们寻找来自于全世界的学生啊,那这些啊,呃,全世界的学生啊,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看,后面又加上了一个who represent the entire range of cultures and values, 对吧,是不是一个定义程序啊,又开始修饰了整个核心名词啊,对吧,这都是啊,核心名词后面跟了两个右六的成分啊,一个是不分界啊,当中的借词端语啊,又是不分界定啊,借定啊,一个定义程序,一个借词端语,都是做了右六的成分来修饰students,对吧,有时候他们找啊,这个能够啊,去呃,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当中啊,能够代表什么呢,who represent, 表示代表啊,the entire range啊,全部范围的啊,什么呀啊,cultures and values啊,这个文化呀啊,可以代表所有的文化的或者是价值观的这些来自全世界的学生啊,也就是说这个大学变得更加的全球化啊,他们做了什么事儿,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范围当中啊,去寻找那些能够代表整个文化或者整个价值观的那些学生,怎么了,好了,同学们啊,第二个,你看,sending their own students abroad to prepare them for global career,啊,同学们,您发现啊,这又是个sending,从这里开始看,seeking,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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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ing,什么什么什么,啊,offering,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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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那,看到了吗,那,这是不是都是一个并列结构啊,对吧,同学们啊,这都是并列结构啊,而且都是一个动词啊,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悬挂结构都可以,知道吗,啊,就是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global,啊,大学变得更加的全球化啊,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啊,而且这个seeking后面的这一个一些句子啊,包括sending后面的这些句子啊,还有这个offering后面的这些句子都是什么,都是相当于啊,整个universities 发出的这些动作啊,而且他们是一个并列存在的一个结构啊,就是他们啊,去正在寻找啊,那些啊,在整个全世界范围当中去寻找那些可以代表整个的啊,呃,文化和价值观的这些学生,而且呢,sending their own students abroad,把他们的学生,把他们自己的学校当中的学生去送出国啊,目的是干嘛呢,to prepare them,啊, 啊,是不是目的状语啊,啊,去,呃,为了这个全球的这个事业啊,去让他们做好准备啊,offering courses,啊,提供课程啊,还提供课程,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同学们啊,来,我们先把前面部分啊,sending their own students abroad to prepare them for global career,啊,大家看一下啊,是不是啊,就是为了,呃,把他们翻译一下,就是送他们自己的学生出国啊, 啊,为了去让他们为了全球的事业去做好准备,对不对啊,同学们,那后面offering courses,courses是不是也是一个核心名字,对吧,后面跟了什么啊,of study,首先是一个借次端语啊,给他们提供课程,提供什么样的课程,提供学习的课程啊,什么样的学习的课程啊,你看,that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an interconnected world,啊,提供什么样的课程啊,提供什么样的学习课程啊,提供什么样的学习课程啊, 啊,提供了啊,能够address,啊,address这个单词啊,啊,它最基本的意思,大家可能会知道它表示的是地址,对吧,但是呢,读地址的时候啊,美语当中经常会读的去address,address,懂吧,那,但如果你要把它当,就很显然这里是个动词,因为后面啊,是dat引导的一个什么,引导的一个定语重句,所以说啊,address这里肯定是一个动词啊,它表示的是什么,定位了啊,地址不是定位吗,对吧,啊,定位了那些挑战啊,或者是啊,能够应对这些 挑战啊,应对什么样的挑战,challenges,大家看一下啊,你们看一下,challenges啊,后面这是定语重句,定语重句当中又包含了一个二流法则,你看challenges和新名词,那些挑战,那些什么样的挑战啊,of an interconnected world啊,就是那些enter表示和什么什么之间,这个跟大家讲过啊,这是一个词根,也是一个前缀,对吧,connected表示的是连接的啊,连接的,所以说啊,那是相互连接的啊,那是什么啊,紧密连接的啊, 对不对啊,紧密连,这个是紧密连接的世界啊,当中的这些挑战啊,比如说啊,他们还给学生啊,不仅送学生出国,而且还是向那些学生提供能够啊,去应对这些啊,紧密连接世界当中的这些,这个挑战的这些课程,对吧啊,还有提供的是什么啊,你看offering courses,你把它进行一个删减,同学们,你把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个借词短语啊,还有这个定语重句,进行一个删减。 删减之后,同学们啊,是不是offering courses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s,同学们啊,是不是啊,就是既提供课程,还提供什么啊,collaborative啊,表示能够合作的啊,research,研究啊,program,表示的是项目啊,或者是啊,这个节目项目的意思啊,所以说啊,提供的是啥,提供的是课程,还有这些啊,相互合作研究的这些项目啊,目的是干嘛啊,to, advance science啊,这是目的状语,对吧啊,为了啊,advance,表示促进啊,或者是提高,提高什么呢,提高的是科学啊,提高什么样的科学啊,提高什么样的科学,后面结了一个for the benefit of all humanity啊,就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好处啊,for the benefit of something,表示的是为了什么什么得益处,对吧,benefit,表示的就是益处,对不对啊,所以说东西本啊,就是为了所有人类的好处啊, 这个这个呃,好处啊,就是为了全人类好呗,对吧,然后呢,他们是提供这样的课程,然后呢啊,又这个呃,提供这些什么相互协作的研究项目啊,为了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科学的提高,对吧,所以说东西们啊,这个句子啊,虽然说比较长,但是呢,我们从一头开始捋一下,那就是为了这个呃,为了响应啊,一股力量啊,为了想想一股力量啊, 这个大学呢,啊,开始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化啊,就是他们变得非常非常的全球化了,对吧,他们开始从全世界的这个范种类当中啊,去寻找了一些能够代表整个文化和价值观的这些学生啊,进入他们学校,对吧,同时呢,也把自己的学生就往外送啊,送他们去出国啊,目的是干嘛,目的是让他们啊,去准备好啊,为了全球的事业化啊,就全球在全球范围当中工作,对吧,准备好,对吧,然后呢,呃,给他们提供了课程,而且提供了一些什么,提供了一些啊, 能够相互协作的那些研究的项目啊,目的啊,都是为了我们人类的啊,这样的一个益处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呃,这个科学啊,让我们的科学啊,得到的这个提高和发展,对吧,所有的同学们啊,这些啊,非常非常简单啊,大家看一下Prepare somebody for something啊,是某人对某事做好准备,对吧,比如说The teacher prepared children for the final examination啊,老师正让学生们啊,为了为了期末考试啊,做好准备,represent, 表示的就是代表啊,象征啊,同时还有表示表现啊,描绘等等啊,总之呢,它最基本的意思就表示是代表,Alright,this kind of painting represents a truly artistic work,这个绘画啊,体现了真正的啊,这个代表了整个真正的啊,这个艺术作品,for the benefit of,表示就是为了什么什么的好处啊,也可以用作啊,for one's benefit,比如说,I know his remarks were intended for my benefit,对吧,那,乖,为了我好啊,我知道啊,他的那些话啊,remarks,啥意思啊,remarks表示的是话语啊,remarks表示的是话语啊,mark 本身表示标记啊,re 啊,表示的是重复做标记的啊,就是给别人提标签啊,你给某人的行为提标签啊,其实就是你对他说的话,你对他行为啊,发表的一些评论, 所以说啊,我知道啊,他的话啊,是刚开始的时候啊,是为我好的,好了,Alright,好,同学们啊,所以说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啊,非常非常简单啊,我这里就给大家翻译完了,我就不再追溯了啊,大家可以啊,看一下这个翻译就可以了,OK,而且大家要记住啊,翻译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道理是准确,呃,与否,或者是正确与否啊,就是你能够真真正正理解了这个英文它表示的意思就可以了,好吗,OK, 你们的语文知识啊,应该都比我好啊,好,同学们,来我们看一下2017年6月份的第二套真题当中包含的一个常年句啊,The two professors hope to refute that idea,claiming that just as when kids walk themselves through a process,adults can benefit from using language,not just to communicate,but also to help augment thinking,这个句子也比较长,对吧,来,我们从一开始开始分析,同学们, The two professors hope to refute that idea,同学们,非常简单吧,啊,别看啊,这个句子好像用的单词比较难,对吧,但是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简单句,对不对,啊,professors,啊,是不是核心名词啊,对吧,做主语吧,啊,这很显然是个主语啊,啊,别管那是两个啊,还是三个,对吧,总之呢,就是教授啊,hope,hope,hope to refute,对吧,啊,或者说啊,这个, 这个,这一部分,就是位的部分啊,大家可以,呃,很灵活的来看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动词短语啊,也可以把它单独拿出一个动词做微语,都可以,知道啊,啊,好,同学们啊,这个句子可以有两种分析方式啊,第一种呢,就是hope,啊,直接当作微语动词啊,而to do不定是啊,短语构成的就是编语的成分啊,你也可以这样来看,同学们,还有一种方式啊,你可以这样来看啊, 怎么来看呢,啊,同学们,你可以用啊,hope to refute,这是一个动词短语啊,你可以把它这里整体当作一个微语啊,that idea,就是整,构成的一个避语,对吧,啊,就是教授希望啊,refute,表示的是驳斥,反对啊,反对,那个想法,或者那个概念,对吧,所以说啊,我们先通过分析啊,我们知道啊, 主语啊,professors啊,是,呃,教授是主语啊,hope啊,是微语动词啊,后面的to do不定是啊,构成的一个是不定是比语的成分,因为hope是什么,十亿动词嘛,对吧,所以说啊,主句是一个非常非常简,简单的一个简单句就是主为并结构,对吧,好,同学们啊,那非常容易翻语吧,那就是那两个教授啊,希望啊,反对那个想法,对不对啊,然后啊,说啥了,你看一下,主句的后面, 主句的后面跟跟上了一个现在分词啊,引导的一个句子啊,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对吧,claiming啊,后面加上宾语的成分,对吧,看懂了吗,ok,那claiming啊,加上一个宾语的成分啊,而这个宾语是不是一个句子啊,来引导的,对吧,是不是啊,整个啊,后面这些啊,都是啊,都是什么啊,都是后面啊,claiming that引导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啊, 这很明显,这是什么呀,悬挂结构呗,对吧,啊,一个主句啊,同学们,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啊,一个主句的前面啊,或者是后面啊,悬挂了一个不太完整的啊,一个x的部分,对吧,一个,呃,结构,这个结构都叫啥啊,悬挂结构啊,对不对啊,就是claiming,你看到了一个主句后面啊,没有主语,直接用了一个动名词引导了一个啊,这个动兵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肯定肯定啊,是不是一个悬挂结构,而悬挂结构的主语啊,也就是主句当中的主语,对不对,也就是说啊,这里的professors claiming啊,表示声称啊,谁声称啊,肯定是啊,这些教授声称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啊,两个那那两个教授希望驳斥啊,或者是反对那样的一个想法啊,或者是主意啊,然后声称了什么啊,加了一个宾语丛句,对吧,加了一个宾语丛句啊,悬挂结构啊,整个就是悬挂结构, 而且后面跟了一个宾语丛句,对吧,啊,粉色自己的部分啊,就是宾语丛句啊,那同学们,你看一下啊,这个宾语丛句当中,之所以这么长,肯定又是啊,各种丛句啊,或者是啊,二流法则去叠加的这样的一个这么长,才才能构成这么长,对吧,同学们,来,你继续看一下,宾语丛句当中啊,你看,just as when,看到了when啊,然后kids walk through,walk themselves through a process,process,这叫啥,这很显然是一个重语丛句啊,对吧,宾语丛句啊,对吧, 这个重语丛句当中,首先先加上了一个时间状语丛句,对吧,那状语丛句啊,就像是当那些孩子们walk themselves through a process啊,就是他们自己啊,去通过啊,你看walk through不是通过吗,对吧,通过了一个旅程,一个过程,相当于什么啊,就是这些,当这些孩子嘛啊,就像啊,他们声称啊,就像那些孩子们啊,自己走过了一段旅程吧啊,然后呢adults can benefit from using language,not just to communicate,同学们,这叫啥,啊,是不是整个啊,是不是宾语丛句当中的啊,又一个主句的部分啊,因为状语是不是从句啊,啊,这才是主句的部分,主句当中的主语是谁啊,主句当中的主语啊,你看一下,adult,主语,对吧,can benefit,啊,就是这个主句当中啊,宾语丛句当中的主句的这个主语呢,也有两种分析方式啊,你可以把啊, can benefit from,啊,当作整个啊,一个动词短语来对待,后面啊,using language,啊,啊,就是,这是宾语成分啊,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是can benefit,啊,构成了一个呃,单词啊,就是动词原型加上前面的情代动词构成的一个位语成分,后面啊,是借词短语做宾语啊,也可以啊,两种分析方式啊,只要你明白就可以啊,总之呢,就是主,为,宾,啊,到底啊,这个,呃, 为的部分啊,到底是多加一个借词啊,构成整个的一个动词短语做微语呢,还是说啊,把这个单个的单词拿出来啊,加上前面的情代动词做微语啊,后面再加上借宾短语做宾语啊,也可以,知道吧,那,所以说啊,那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啊,都是主,为,宾,啊,懂了吗,那就是啊,就当那些孩子们啊,自己通,呃,走了一段旅程啊,成人呢啊,也可以从什么当中受益,对不对啊,can benefit from,啊,我之前 在讲公开歌的时候跟大家去讲过啊,you can benefit a lot from my classes,啊,是不是,你能够从我的课程当中受益匪浅啊,对吧,所以说啊,当孩子们自己通过一段旅程的时候啊,大人们啊,也可以从使用语言当中受益,对吧,啊,目的是干嘛啊,不是为了简简单单的交流,not just to communicate,而是为了啥呀,而是啊,but also to help,这都是什么呀,壮语的成分啊,都是 这是目的壮语的成分啊,啊,to help argument thinking,algment啊,这是非常难的一个单词啊,algment表示的是这个啊,增强啊,增强什么啊,增强自己的思维方式啊,所以这东西们啊,呃,单词的部分我就不给大家去讲了啊,algment,algment,这个单词我记得我好像在,呃,万词王当中讲过,对吧,词汇版本我们讲过,对吧,所以这东西们啊,整个啊,就是我们分析完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对吧,啊,啊, 目的壮语啊,所以说翻译完就是,两个教授希望啊,反对这个想法,对吧啊,然后他们声称啊,就像孩子们啊,就像孩子们啊,自己通过一段啊,走过了一段旅程一样啊,走过了一段历程一样啊,大人们啊,也啊,不仅仅是说啊,学了语言就是简简单单的沟通啊,就是不仅仅啊,只是为了呃,受益于使用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去,只是为了交流 而是什么啊,而是啊,去帮助啊,就是增加思维方式啊,去提高自己的增强思维方式,懂吧,同学们,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呃,很同意的一个观点,知道吧,那就是说,英语这件事情啊,就是学任何一门语言啊,其实有的时候啊,它不光光只是为了交流啊,你为了交流的话啊,其实,呃,语言这是它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但是如果你学会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当你走遍了全世界之后,首先你的整个世界观会发生变化,而接下来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可以通过这门语言去走进某呃,那某一个人群的心里啊,比如说英文的那些人啊,你基本上都知道啊,你可以离他们更近啊,你可以更近距离的去感受文化的东西,而当你感受到文化的东西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的思维方式就不一样啊,你开始慢慢有了英式的思维啊,你看,你开始慢慢有了法式的思维啊,有了意识的思维啊,有了意识的思维啊, 等等等等,懂吧,所以说啊,你的思维方式啊,这就是一个人不断的啊,这个啊,格局慢慢变大的过程,alright?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学好语言啊,语言给你带来的啊,不光光只是交流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好吗?好,同学们啊,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下面2016年12月份的一个整体啊,看这个长篇句啊,many man and women have long-bodied to the idea that there are male and female brains,believing that explains just about ever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a new study challenges that belief,questioning whether brains really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gender,啊,这也是非常长的一个句子,对吧,来,也是不要着急啊,从一开始开始分析啊,many man and women,同学们,啊,这很简单是啥啊, 主语呗,对不对,很多男人和女人啊,这都叫做主语的部分,对不对,同学们啊,have long-bodied into,同学们啊,这里面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短语,你们可能不知道啊,对吧,bod,这是啥啊,就是by这个单词的一个过去,过去式啊,或者是,呃,和过去分子的,呃,和过去分子的形式啊,by but,but,啊,这就是by这个单词的过去式和过去分子啊,都是一致的,都是but啊,好,同学们,那by除了买,对吧,我们非常熟悉啊,这个单词啊,它的意思就是买的意思啊,但是by这个单词除了买之外啊,还有什么意思啊,在口语当中啊,还有在整个,呃,这个写作当中啊, 他还有另外一次意思,表示什么呀,啊,买账啊,同学们啊,比如说,从买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衍生出来啊,买账啊,同学们啊,买账啊,你理解一下,还有他买账啊,可以理解什么,成什么呀,同学们,比如说啊,呃,有一个人啊,来晚了啊,他说了一个借口啊,那他找了一个借口啊,你说 你这个借口啊,我不买账啊,啥意思啊,啊,是不是啊,比如说啊,我不同意,对吧,啊,是不是不同意,啊,你这个啊,我根本啊,我,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我根本不买账啊,不同意,对不对啊,比如说啊,你随随便便编了一个瞎话,编了一个故事,I don't buy it,同学们啊,记住啊,在口语当中,经常会,比如说你不相信啊,或者是不买账啊,不同意某人说的话,或者是呃,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这个非常漂亮的口语啊,叫做I don't buy it,啊,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比如说I was late,I was late in the morning,啊,I was late in the morning,啊,so I had to make an excuse,啊,and report to my boss,对吧,啊,我必须啊,我早上来晚了啊,所以说我必须要编一个什么呀,编一个瞎话啊,啊,跟这个来这个跟我的老板进行汇报,对吧,啊,my boss said, 那,那,那,you don't have to make any excuses,because I don't buy it,啊,I don't buy it anymore,啊,我再也不相信你说的鬼话了,对吧,我对你所说的话不买账,对吧,啊,所以说,呃,buy,还有除了买的意思之外,还有表示的是同意相信这样的一种,呃,一种,呃,意思,知道吧,啊,那,have bought, but,表示什么意思啊,have bought,啊,你先别管这个long,对吧,long,啊,对吧,half bought是不是表示的是已经相信了,对吧,啊,相信啥呀,加了一个into,啊,对吧,加了一个into,相信the idea,啊,所以说同学们,啊,你觉得这句话啊,当中让你分析整个主干的话,分析出来了吗,对吧,那其实就是man and woman have bought into the idea,对吧,男人和女人们,啊,就说那些男男女女们,啊,对吧,啊,已经怎么样,相信那个一种想法,一种说法,对吧,同学们,这就是整个句子的主干,啊,啊,主语,谓语和宾语的成分,啊,那就是男人们和女人们,啊,都相信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是啥,同学们,啊,你看,什么样的女人们和男人们呢,啊,很多男人和男人们和女人们,对吧,那,have bought into the idea, have long, long这里表示的是什么,表示的是长时间,那就是他们一直都很相信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是啥呀,啊,同学们,你看一下,后面加上了一个that,that,there are male and female brains,同学们,啊,这是不是一个that引导的一个句子,啊,对吧,那,一个名词,啊,你看,一个名词后面,啊,就是很多男人和女人们,啊,都常,就一直, 一直会相信一种说法,啊,这种说法是啥呢,那就是,啊,有男性和女性大脑这样的一句说,啊,你可以把它说,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呃,这个大脑思维,啊,不同这种一种说法,同学们,这里的dad叫啥,dad后面引导的这样的一个重句叫什么,啊,你会发现,啊,这个想法,这个说法,啊,不就是,啊,有男性和女性思维这种一种说法吗,对吧,啊,那,有男性和女性思维, 不就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吗,同学们,这叫啥,哎,同位与重句,啊,我说了,什么叫做同位与重句,啊,啊,那就是,啊,一个句子,啊,和它,啊,这个,呃,和一个成分放到了同样的位置上,啊,你别管它是主语还是宾语,啊,总之呢,就是一个句子放到了同样的位置上,对吧,嗯,那就叫做同位与重句了,啊,所以说同学们,啊,这里是,啊,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一个同位与重句,啊,被放到了什么,被放到了一个宾语的位置上,对吧,同位与重句,啊, 就是说这个宾语,啊,就是这个重句,这个重句就是这个宾语,对吧,那,那是不是符合二流法则了,同学们,啊,你们看一下,符不符合二流法则,啊,限定词,在这吧,限定词,啊,核心名词,核心名词后面是同位与重句,啊,这叫做左二其中之一,啊,这是不是叫做右六,对吧,是不是叫右六,啊,那同学们,你们看一下右六,啊, that there are male and female brains,同学们,啊,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里,啊,就相当于是一个主句,啊,有这种,啊,男性和女性大脑这样的一种说法,啊,而且怎么样,believing,同学们,believing,啊,是不是也是,啊,就是这个男人和女人,你看,主句当中的主语,嘛,对吧,啊,主题当中主语,啊,believing,这叫什么,悬挂结构,是不是,悬挂结构,啊,比如说,啊,男人和女人们,就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 就是,呃,这个世界存在男性和女性大脑这样的一说,啊,而且呢,他们相信,啊,that believe,哎,这个,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同学们,believing,后面,这是不是一个位语的成分,后面一定加什么,加宾语了吧,对不对,因为 believe,啊,它是一个实义动词,后面肯定加宾语,啊,而且你看到肯定这里,啊,是不是一个句子,啊,这里肯定是一个句子,对不对,啊,那这个句子,啊,你会发现,啊, that,这里,我想问大家,啊,这里的 that,啊,到底是什么, 啊,这里到这里的 that 是一个宾语从句的引导词呢,啊,还是一个主句的部分,啊,主句的主语的部分,就后面宾语从句主语的部分,啊,有同学说老师啊,宾语从句啊,不就是一个呃,陈述句前面加上一个这个,呃, that 不就可以了吗,说说这里的 that 肯定是从句的引导词,啊,同学们,你们看一下啊, believing,啊, 啊,dad,如果这个 that 是从句引导词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省略啊,对吧,但是同学们,你们,你会发现这个可以省略吗,啊,这个 that 可以省略吗,很显然是不可以省略的,对不对,啊,同学们,因为啊, believing,啊, explains,啊,这里 explains肯定是什么啊,肯定是一个第三层单数啊,对吧,第三层单数,那两个动词能够直接加到一起吗,肯定不可以,知道吗,所以说这里的 that 并不是从句的引导词,而是什么, 啊,而是后面这个句子的主语的部分,啊, believing,啊,比如说啊,男人和女们还相信什么呢,啊,先信是一个句子,啊,确实这个部分是宾语从句,但是,同学们,这里的 that 这里啊,其实还有个 that 被省略了,啊,两个 that 重复,啊,省略了一个,对吧,啊,有时候他们还相信啊,有时候啊,这种想法,这个 idea,啊, that 就指的是这个 idea,啊,就是啊,这个男人,男人们和女们还相信,啊, 这个想法啊,explains,啊,还解释了啊,just about ever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xes,啊,就是啊,这这种这种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啊,这个正正好好就解释了,关于啊,两性之间的啊,在两性之间存在的每一个不同点,对吧,男人跟女人啊,对我不同,对吧,啊,男人有的时候讲理,啊,女人有的时候讲情,啊,男人有的时候天天啊,讲理,对吧,啊,女,但是,嗯,这个女人,啊,有的时候, 就是不讲道理,对吧,啊,你就两个人两口子吵架的时候,对吧,啊,你这个事,嗯,你说句对不起不就完了吗,对吧,经常是不是听到女人这样说,对吧,啊,这个事,你一个大老爷们,你说句对不起不就完了吗,啊,啊,男人说啊,行,行,行,对不起,你以为对不起就完了,啊,对吧,是吧,啊,有,所以说这就很,男人和女人有很多不同,对不对,啊,无论是啊,这个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啊,都有很多不同, 是不是啊,所以说啊,有一些男人跟女人啊,他就有这样的想法了啊,就是这个世界上啊,肯定会存在这个男性和女性思维这样的一说一种说法,而且他们相信啊,这一种说法啊,就解释了啊,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啊,每一个不同点,对吧,那,同学们,是不是这样啊,你们看一下,是不是就已经解释完了,对不对,啊,来,我们继续往下分析,你看, a new study challenges that belief,啊,同学们,好理解吗,啊,是不是非常好理解,啊,a new study,啊,study,啊,先不用管前面的限定词和这个形容词,对吧,study,主语,啊,challenges,啊,提出挑战,提出什么的挑战呢,啊,挑战啥呀,that belief,对吧,啊,就是你不相信吗,啊,你不相信这种说法吗,啊,那一个新的研究,啊,就怎么样,开始对这个所谓的相信, 就是大家相信的这样的一种信仰的说法,对吧,产生了一个质疑,对吧,那一个最新的研究,啊,开始挑战这样的一种信仰了,对吧,啊,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啊,questioning,同学们,看到了一个主句,你看,这里是主语,对吧,这里是微语,啊,这里又是冰语的成分,对吧,同学们,一个主微冰结构后面加上了一个questioning,同学们,看到啥了,questioning,后面引导了一个句子,对吧, 这是啥呀,非常明显的悬挂结构嘛,对不对,啊,悬挂结构,啊,也就是说悬挂结构的主语,啊,这个研究,啊,研究怎么样,啊,研究开始questioning,啊,质疑,提出质疑了,对吧,啊,质疑,啊,weather是否,对吧,同学们,您看一下后面这里是brings,啊,can be distinguished by gender,对吧,啊,主,为,冰,对不对,啊,前面啊,加上了一个weather,同学们,这是啥呀,冰语从居呗, 对不对,啊,同学们,是不是啊,这个整个啊,是不是一个冰语从居啊,就是一个句子的啊,一个疑问句的陈述语序,前面加上了一个weather,啊,对吧,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整个名词来使用,而这个名词就充当了questioning它的一个冰语,而实际上的冰语又是一个句子,所以说这个句子叫做冰语从居,对不对,OK,所以同学们啊,分析完了之后啊,非常非常简单啊,非常非常简单,先分出,分析出主句,后面这个句当中的主微冰啊, 又加什么,加上了一个悬挂结构啊,这一部分是悬挂结构,悬挂结构当中啊,又有了一个冰语从居啊,weather brains really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gender,这叫做冰语从居,好吧,啊,所以这东学们啊,这句话啊,说的是啥呀,啊,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啊,不就是有很多男人跟女人一直都相信啊,这个世界当中存在啊,男性和女性 大脑或者思维这样的一种啊,说法,对吧啊,而且他们还相信这种说法啊,就解释了啊,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所有的问题啊,所有的不同啊,一个新的研究最近啊,开始挑战这样的一种说法了啊,他开始质疑啊,是否啊,这个brains啊,大脑啊,可以真的被distinguished,表示被辨别,对吧啊,被什么啊,gender啊,gender表示性别鉴别,对吧,性别区分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大脑是不是 就是能够针对啊,男性和女性的这个,呃,各种各样的不同进行 有效的区分,懂吧,啊,所以说啊,这就是这样的一种翻译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呃,为大家去,呃,进行的一个翻译啊 啊,还是啊,还是那句话,就是翻译这件事情啊,你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知道吗,那就是最重要的,你还要理解英文的最核心的那个意境上的概念啊,不然的话啊,你就对应汉字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遗漏很多信息的,知道吗,就是许多男人和女人啊,都长时间啊, 被带入了一个脑子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当中啊,你看我翻译的啊,是不是就是很多啊,这个男人和女人啊,都一直相信啊,一直对一种说法买单啊,这个买单是,这个说法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世界当中啊,这个存在了啊,这个性别之间的啊,就男性和呃,女性之间的啊,这样的一个啊,脑子可以区分男性和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对吧,其实就是什么啊,这个世界存在啊,男性大脑和女性大脑这样的一个呃,说话 啊,男性大脑想的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女性大脑呢,想的是女人做的事儿,对吧,会有很多的不同点啊,而且他们还相信啊,说这个大脑啊啊,就这个这个大脑去了啊,就这样的一种说法,就解释了啊,存在于两性之间的啊,每一个不同点,对吧 那,然后最新的一个研究表明啊,他开始发出质疑,对不对啊,就是啊,这,呃,是不是,是否真的啊,这个不同啊,就是这种差异啊,男女之间那种啊,做事的差异啊,或者各种各样的差异,是不是可以通过性别来区分啊,这是一个新的,呃,有一个研究啊,来给提出质疑了,对吧,OK 好,同学们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分析的所有长篮剧啊,OK,好,同学们啊,呃,我希望各位同学回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讲过的知识内容啊,你们再去啊,重新回看一遍啊,慢慢的形成啊,思维方式,好吧,那就是对于任何一个长篮剧而言,千万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啊,因为我学过了啊,很多的这个,呃,专业的一些知识,对不对啊,我们掌握了五大基本重剧啊,基本剧型,还有并列剧,三大同剧,以及长篮剧必杀剧 所以说呢,无外乎啊,这些所谓比较长的句子,比较难的句子啊,其实都是啊,通过这些,呃,重剧的叠加,重剧和长篮剧的叠加啊,或者是重剧和重剧的叠加啊,长篮剧啊,和重剧和还有一些基本剧型的叠加啊,无外乎就是这些啊,所以说啊,你把这些句子成分全部给划清了,找准了,分析对了,那这个句子其实是不难的,OK 好了,各位同学啊,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期课开始呢,我们开始讲解六集的长篮剧精细了,OK You guys, have a fantastic day,I'll see you tomorrow,I'll see you next time,bye bye